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可能时间不够 应该是会努力一下 我觉得进决赛才过通吧 不进决赛也不好意思跟他说话了 对我们平时都会有交流 可能还是练得不够不够充分吧 因为这个商它就是不能让你充分的去训练 就是大概我只到了前两周才开始能够正常的去跨10个蓝 这样子 之前的话是跑一次就得休息 跑两三次就不能练了 就这样子 所以说等他那个急性期过了之后 然后才能够慢慢的开始训练 我觉得怎么说呢 这个 再说吧再说吧 因为其实自己还是 还是有梦想的 回去再好好练一下 然后再拼一下 收获怎么说呢 有收获 就是说有低谷也有前年的收获 但是可能说我可能太想好了 就是想再去能够充一下 所以说我今年会去换换换换换换一下技术 还是改技术 所以说可能没成功吧 信心还是有的 梦想总归是有 对 但是 首先要把这个伤给处理好 现在就是 就像你看到我起跑 有一下就软掉了 可能是我 可能我蹬不出来 不然的话我 那一下我就上去了 但是可能一软 我直接又 就是从篮下面过去 就这样子 所以说 其实还是挺麻烦的 回去再摇摇摇摇摇吧 这其实有很多日本选手 然后这 你觉得咱们现在国内 咱们中国的水平都现在 这个还有 或者多少差距 这是不是相反 差距 还是有的 因为都在 都到了零几一几了 都是这样的水平 现在 年轻的选手还在努力一下 我觉得 对 加油 安